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带给我欢笑也让我成长 但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 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结婚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人说 他结婚是因为遇到了让他想回家的人 我才发觉结婚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跟你在一起非常的快乐 感谢主让我能遇到这么美好的你 干杯啊 干杯 曾经结婚都不在我们的计划中 因为我爸爸离开 所以我自然没有想过走红台 然后三年前你也跟我说过 你没有想要结婚 但感谢我们的上帝翻转了我们 教导我们爱人还有爱自己 过去十一年谢谢你的耐心和担待 柔软了我霸道的个性 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在这十一年前就相遇了 未来执子执手拜托谢老 未来执子执手 加油 高原平衡 好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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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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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給我一次機會吧 讓我證明自己能夠陪你走下去 白頭邪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